交叉路口一輛藍色小貨車開來 準備經過紅綠燈後繼續執行 下面卻有另一輛拖板車準備右轉 但轉彎角度似乎不夠 先擦撞到路邊 再直接撞上對向小貨車 小貨車當場倾倒 後製感更被撞斷 對撞後小貨車車頭整個凹陷 駕駛一度受困 救難人員費了一番功夫 終於把人救出來 而一旁地上車上原本載著的沙拉油 啤酒 咖啡等等貨物 全都散落一地 這起對撞車禍就發生在 15號上午11點 宜蘭縣連結三星鄉 跟大同鄉的泰雅大橋 拖板車駕駛疑似路況不熟 才會撞上小貨車 小貨車上頭一共有5人 包含一對開雜貨店的夫妻 載著三名孫子孫女 準備回山上的路途中發生車禍 最小的孫女年僅4歲 貨車禮姓駕駛的媳婦得知車禍消息 馬上趕到現場 要去哪裡啊 他們要去補貨又能做生意 要去補貨 沒想到要回來的時候 造成雙方駕駛兩人均受傷 令 這小貨車乘客等4人受傷 本案受傷6人均送 羅東國外醫院救護 目前無生命危險 兩車駕駛經過走測之後 走測值都是零 沒有酒駕 只是小貨車當時含駕駛一共載了5個人 車上位置怎麼做 是否涉嫌超載 以及整起車禍的詳細事故原因 肇事責任 還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 TVBS新聞簡大程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